不久的一天深夜 离水高速交警在G1513温立高速上巡逻中 发现硬路肩上停了一辆小车 车辆后方也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 当时天下着小雨 这辆车停在G1513温立高速离水方向的硬路肩上 身边不时有车辆呼啸而过 民警打开车门 发现司机正在呼呼大睡 哪里过来 温州 喝了多少酒 没喝酒 没喝酒 没喝酒吗 虽然司机否认喝过酒 但民警在车内闻到一股明显酒精味道 经过再三询问 司机才承认自己晚饭时喝了一点药酒 民警于是将司机带离高速公路 对其做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为每百毫升58毫克 涉嫌饭酒后驾车 原来司机姓文是云南人 在温州上班 当天晚上吃饭时喝了药酒 之后因为云南老家有事 就驾车从温州上高速准备赶回云南 由于前一天上夜班再加上酒劲上头 开到半路感觉困了 就将车停在了硬路肩上 睡起了觉 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呀 是 我知道 现在知道 就是危险 知不知道错误了 知道 反正以后就酒驾不顾 第一次也是第二次 最终 司机文某因酒驾驾驶证被暂扣6个月 还将面临1000至2000元的罚款 记者盛卫东 编辑报道